第1676集 王小姐 实在是抱歉 这王女士的病 我们已经从多方面入手检查了 可是她的病情跟别人不一样啊 不然的话也不会送入我们这医难杂症科了 一个中年的医生耐着性子说 我们已经成立了专家组 专门针对你母亲的病进行辩论 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请稍安勿躁 您在这里面的住院费用 如果我们治不好 那是全免的 谁稀罕你们全免啊 谁有时间在这里面干号啊 你们院长呢 我要投诉到你们院长那去 我告诉你 我是记者 我在这耽搁了不少天了 如果你们治不好 我曝光你们医院 就说你们治疗不利 媒体说话 是要为自己的话负责的 叶浩轩有点看不下去 有些人就是得寸进尺了呀 媒体存在的目的 不是为了给自己虚张声势 不是你的武器 你想黑谁就黑谁 那曝光医院治病 有曝光医院的原则 如果这病曝光医院治不好 那你就算是到了其他地方 那你就算是到了其他地方 一样治不好 叶医生啊 中年医生看到是叶浩轩 他不由得大喜 叶浩轩伸出了一个制止的手势 让他把后半句话给验了回去 但即使是这样 那医生同样是惊喜不已 因为有叶浩轩来了 他们等于说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就再也不怕了 说真的呀 这个王姓女子的母亲来这里 已经有一星期了 病情是反反复复的 一直治不好 专家组研究了几场了 愣是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来 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以前不管是再难的病 只要是专家组进行过一次会诊 病情基本上就摸清楚了 但是像这一次没有一点头绪的 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所以专家组的人都有些怕了 不过现在好了 叶浩轩回来了 只要叶浩轩在 就没有解不开的病 叶浩轩在这些人的心里 那就是如此的伟大 你说这话负点责任吗 女孩怒道 你们医院的医生水平有问题 还不允许曝光了 有问题 你为什么还要来我们曙光医院看病 叶浩轩看了女孩一眼 你可以找更好的医院 如果你没钱 我们医院可以出 只要对方能把病治好了 女孩哑口无言 本来他气势汹汹的 但是叶浩轩的这几句话 就像是棉花一样 蜀光医院的成立救了多少人 打破了医院的垄断 如果不是我们蜀光医院 你们在医院里还能像大爷一样的 指手画脚的 叶浩轩胆胆的说 我是觉得有些人都是惯的 要么你还是去其他医院吧 你住院所产生的费用 我们一律退回 还有 你这几天的务工费损失费 我们一并退了 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件事情捅上媒体 我看华夏的人民到底会怎么说 女孩的神色有些不大好看 她也意识到刚才 就是拿出媒体威胁别人 有些过来 毕竟不管再怎么样 蜀光医院还是好的 如果不是蜀光医院的存在 她就不是在这里耽误几天功夫了 母亲的病足以能让她倾家荡产 怎么样考虑清楚 如果治就跟这里的医生道歉 如果不治 现在走人 蜀光医院是给信任我们的人开的 如果不信任 以后也不用来了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李医生 我刚才有些过了 女孩儒儒的说 差点没哭出来 行了行了行了 家人生病 担心是正常的 那医生也不在意的挥挥手 她家人在哪呢 我去看看 叶浩轩问 你 女孩瞪大了眼睛 看着叶浩轩 她不认识叶浩轩 而且叶浩轩这么年轻 让她觉得有些不靠谱 重症监护室呢 我带你去 那位医生连忙道 可是 女孩还想说什么 但是一边的圆圆 连忙拉了她一把 示意她不要说话 跟到了监护室门口的时候 叶浩轩已经走进去了 女孩有些忐忑不安的 在外面等着 那年轻人是谁啊 女孩好奇地问道 别问是谁了 你不知道 多少人盼着她出诊呢 圆圆看了这女孩一眼 静心在这等着吧 她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吧 看圆圆身上挂的牌子 是院长助力的职位 女孩也比较相信她 只是让她在这里等 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 叶浩轩进去不到五分钟 居然带着一群医生又出来了 一边走 还一边讨论着什么 女孩心中一紧呢 她有些害怕了起来 叶浩轩这么早就出来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她的母亲的病 没得治了 她连忙上前道 医生 我妈妈怎么样了 哦 真要对你说呢 刚才我已经弄清楚 你妈妈的情况了 叶浩轩道 她 她是怎么了 女孩紧张了起来 说话都有些哽咽了 没等叶浩轩说 她就急急地说 医生 求求你 救救我妈妈吧 我救她这么一个亲人了 她老可惜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你先听我说吧 叶浩轩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你妈妈是不是喜欢吃鱼 对 喜欢吃 特别喜欢 女孩想了想 她点点头 对了医生 我还没有说病情呢 半个月前她嫂子疼 然后就磕血 我就怀疑 这是不是咽喉癌 所以我 别想多了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说 你妈妈的情况 是因为某种骨架比较小的鱼 鱼刺刺入了她的喉咙里面 而这种鱼的骨头 又会分泌一种毒素 这种毒素会破坏 嗓子处的组织的 所以就一直地咳血 而且这种毒素 对人体有麻痹的作用 这是为什么 你母亲每天都昏昏欲睡的原因 啊 医生 那你有办法救她吗 又是过敏 又是毒素的 女孩早给吓坏了 她心惊胆战地看着叶浩轩 一时间六神无主 呃 这个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你别着急 你等我把话说完好吗 好好好 你说 医生你说 女孩连连点头 她实在是太心急了 不过这也难怪啊 关系到她母亲的安危 她担心也是正常的 鱼刺不是问题 毒也不是问题 因为这种鱼 我暂时弄不清楚是什么鱼 但是解法还是有的 刚才我已经让护士拿了些醋 一来能综合你母亲体内的毒素 二来能让鱼刺转化 彻底地排出去 现在她应该没事了 叶浩轩看看时间到 去看看吧 她应该行啊 真的吗 女孩迟了疫情啊 她有点不敢相信 叶浩轩的话 因为她母亲的病 去了好多地方 好多医生都没有办法 但是叶浩轩只是进去了五分钟 在没有了解任何情况下 就进去了 五分钟啊 就能把那些事情给解决了 这让她感觉到 有点不可思议 相信我的话就进去看看 你不相信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叶浩轩无奈地摇摇头 和一群医生离开 女孩挣了半手 这才急急忙忙地 跑向了重症监护室 看着已经清醒过来的母亲 她的心这才重重地放了下来 叶医生啊 真是惭愧啊 那位和叶浩轩一起去的医生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这病人 这送过来的时候 我们一直认为 这是食道方面的问题 但是因为那种鱼刺 是隐性的 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一直没有弄清楚 这病人到底是怎么了 原来我们的方向 一直都是错的 惭愧 真的是惭愧啊 这些也不怪你们 有些东西本来就是 容易被人忽略 尤其是那些鱼刺的体积又小 又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被忽略了 也是正常的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用点心就行了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好的 叶医生这一次来医院 是打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还是马上就要离开啊 那医生期待地看着 叶浩轩 因为好多问题要问啊 都是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果有叶浩轩的加入 那么这些问题就会事半功倍 今天一天我会待在医院里面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来问我 叶浩轩想了想 疑难杂症科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半年前成立的 这个科室不错 叶浩轩点点头 把一些科室的问题给汇总起来 然后一起解决 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不过科室的团队还是不够强大 回头我会把一些年轻 医术好 有活力的医生病入到这里来 哎呀 有叶医生的支持 我们一定会走得更远 这位医生大喜 谢谢你了 叶医生啊 我相信以后 不管是再难的疑难杂症 到我们这里来 都不算是什么严重的病了 好 走 我们去档案科看看 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今天我和大家一并解决了 叶浩轩导 整整一个下午啊 叶浩轩都在医院里面度过 这个世界上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有 有些人得的病也是千奇百怪的病 有些解决不了的病 只能暂时的封存档案 等叶浩轩回来以后解决 一群老中医教授 都在认真的听叶浩轩讲课 这些人的平均年纪都是六十朝上 他们现在像小学生一样 听叶浩轩解释那些难以解释的病 这一晃就是一个下午 解决完了疑难杂症以后 叶浩轩就离开了 他刚刚走出会议室 便有人在他身后叫他 叶医生啊 叶医生啊 请留步 叶浩轩回头一看 是一位老中医在后面跟着他跑 叶浩轩认识这个老中医 这是从南边挖过来的罗老 他在当地那可是号称是鬼手神针了 罗老 有什么事情吗 叶浩轩笑道 叶医生啊 今天 你跟我们上课的时候 那真的是让我受益匪浅啊 罗老感叹道 好多东西我们都想不通 但是今天你一讲 那我们就懂了 看来我们的思路还是有问题啊 有局限性 哎呦 我们这是老了呀 罗老 别这么说 你的经验和医术还是能肯定的 不不不不不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呀 有些时候啊 哎 老中医是不行了 跟不上年轻一代人的思维和想法 所以我们现在 他不服老都不行喽 罗老笑道 罗老说笑了 你的针法 我是九氧大名啊 有机会我们倒是可以切磋一下 针道方面的水平 叶浩轩笑道 嘿嘿嘿 好 好 我是跟着叶医生学习的 切磋我可不敢 哈哈哈哈 哎 罗老哈哈大笑 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爷爷 你今天怎么还不回去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女孩跑到了罗老的身边 叶浩轩的眼前一亮 哎 这女孩不错呀 长得很有韵味 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息 但更多的是一种古典的美 叶浩轩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女孩 这就是出生在书香世家 因为那种教育良好的书香世家 才能培养出一个女孩 这一身的韵味 气质这种东西啊 有些时候是装不出来的 但是这个女孩的气质很不错 哈哈哈哈 我在跟叶医生学习呢 罗老哈哈大笑 他指着指女孩道 我孙女 罗盈盈 盈盈啊 快来 这是叶医生